當時一開始他來找行政院的時候 是毛澤國才擔任院長 我擔任副院長 後來毛澤國卸任我接任院長 毛澤國那個時候的原則就是說 希望他在這個 苗栗縣這邊能夠在縣政府裡面能夠做的 先盡量先做 行政院再來看怎麼樣來幫助他 當時狀況是這個樣子 這並沒有說什麼拒絕 或者是沒有伸出援手 苗栗縣自己先把自己的這個財政能夠檢討 先檢討一下 當時我記得毛澤國院長給他的建議是這個樣子 今天就開始複選 我這幾天請假 我這幾天請假 全力來幫忙 那就是今天還有明天兩天 那市長怎麼樣安排自己時間 怎麼樣幫自己的那個黨員候選人 我想我們桃園市六席 候選人都是非常結束的實質選 我們希望KIN能夠全力打全部上 所以我也會盡我的全力 配合我們非常結束的候選人 我們一起來把這張打得漂漂亮亮 那怎麼看就是 整個總統選集的部分 有沒有機會向你當時也要大贏十二萬票 我們當然會努力啊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好然後那個前市長 鄭文燦也一直在這邊複選 那有人在講說是前後市長 我想這個民進黨 他們當然是覺得鄭文燦在這邊擔任了八年市長 對這邊還有些影響力 那麼所以希望他盡量能夠回到桃園來幫忙複選 至於實際上的影響力有多大 我們就過來看得到 我們就過來看得著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